制造钢铁的第一步是炼钢炉 这是一座容量30吨的设施1600度电弧炼钢炉 每4小时炼钢30吨 一天可以炼6炉 也就是180吨的钢铁 过去是把炼好的钢水 也就是一体的钢 用人工分段铸造 做成钢铁 对人工而品质差 丰盛铁公司 耗资8000万元新台币 从日本309工业 进口了这一套 全自动钢铁连续铸造设备的主要基建 再由长青铁工厂 承治附属设备和安置工程 每年可以生产小型钢铁5万公吨 取代过去仰赖进口的钢铁 品质好成本低 可以直接做成欠材 棒材和脚材等高级产品 对你国内市场的需要 还有连续铸造设备所生产的钢铁 组织细腻均匀 机械性质远高于普通的钢铁 同时这种钢铁 没有缩反现象发生 成品利用率特高 而且直接压成各种规格钢铁 制造成本大为降低 这一套国内首次使用的连续自动铸钢设备 可以使国内的钢铁品质大为提高 台湾机器工会理事长朱子明 今天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朱先生 您在目前的国内工商界一般来讲 资金比较短出的时候 投资这么大的资金 来引进生产技术和设备 目的是何在 这个你要赶到我们 经济豁杂的销缴的期间 我们以后不减激的时候 我们来改进设备 因为减激好的时候 我们来复杂国费的计划 那么您的导演点 就是以后国际市场好转的时候 你希望我们比较高的品质的钢铁产品 能够压进某些计划 那么这一套新的生产设备和技术 对目前国内的钢铁业来讲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因为这个钢铁啊 这个钢铁做出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的某天还没有修我们这里的家 那么将来这个东方公司出来的时候 它是有大的这个钢铁 那么大的钢铁呢 我现在这个小的钢铁啊 它要三十年以后呢 你不再吃它这个大钢铁啊 所以我们这个小钢铁吃的也是 我们全部都是一个